带人字头以类字如果写不好的话 其实大多数人一般是踩了以下这几种坑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金字 你看带人字头的字大家注意啊 我们一般都是上展下收的 撇纳组合在上 大家注意你看我们撇纳组合在上 你甭管是什么人字头八字头还是大字头 我们都是上展下收的 只要撇纳在字头 基本上都是作为主笔展开的 所以下部的内容我们要收着写 因为同一个方向我们只能放出一个 你既然撇纳横向展开了 你底端你就不能再给它写宽了 底端任何笔画我们都横向不能放开 我们要凸显撇纳的这个舒展 所以金这个字里面底横 你就不能写的太宽 你看我们来看一下 上部有撇纳下部的内容我们就要收着写 大家看一下 撇纳展开 那下部这个内容我们要怎么样 收着写 底横也不能写宽 大家看一下 你可以写短一些 看见了吗 至少一定是要在撇纳的范围下的 总之不能写的过于宽 来抢了撇纳风头 然后第二个拳子 大家来看一下 你记住带撇纳组合 就是说撇纳组合在上啊 我们这个撇纳是不能这样弯着写的 基本上都是直着打开的 看见了吗 要直着往两边打开 你不要给它写太弯 因为直着往两边打开 你会给下部留出空间更大 而且显得舒展大方 弯着写 只会让这个字显得绵软无力 来我们来看一下拳子 你看撇 那直着往两边伸展出去 然后下部的内容也是 收着写往上迎 大家看一下 是吧 这是拳子 稍微小了点 大家看懂就行 好吧 你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会 会这个字什么问题啊 还是撇纳 你看这个人字头 大家看一下 就是你撇纳打开的这个角度很关键 知道人字头是怎么写的吧 人字头我们撇纳在上 这个角度是很有讲究的 我们这个撇纳打开的角度 基本上呈90度夹角 你打的过于开 或者是写的这个夹角过于小 你看大家来看一下 这样其实都不好看 知道吧 90度夹角 看见了吗 接近于90度一个小方角 这种写法才是对的 你看我们来看一下会字 好 然后你看撇画直着往这走 是吧 然后纳画直着往外延展出去 直着往两边打开 而且基本上呈90度夹角 然后下面的内容 你看我们收紧一些 往上迎就可以了 会字 好 最后一个是什么和 和是什么问题啊 有些同学说 老师和我没看出什么问题 我跟你讲 你这个纳画写的就有点太低了 大家记住 人字图 我们撇纳组合在上的时候 我们是不能写成撇高纳低的 这样的话 我跟你讲 这个字 它就感觉右边 重往下搭了 其实撇纳组合在上 和我们写横向笔画 往上扛肩是一样道理 我们你看 我们写短横或者是长横 只要是在汉字上部的时候 我们一般都是左低右高的 是吧 其实撇纳也是横向展开的 所以撇纳组合在字头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一下 你不管是八字头还是人字头 我们一般都是撇低纳高的 微微往上倾斜 求一个左低右高 往右上倾斜的姿态 看懂了吗 所以说 这样会让你的字会更有精神 我来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撇 直着往这走 纳画直着往外 延展出去 是不是撇低纳高 乘90度夹角 是吧 来你来总结一下 你看人字头 人字头第一点 我们这个撇纳要直着打开 是吧 带人字头的一类字 要上展下收 这第一点 好吧 我这样总结 第一点 你看人字头一类字 要上不展开 下不收 然后第二点 大家注意 人字头我们撇纳要直着打开 第三点 它打开的夹角 接近于90度 是吧 是小方角 然后第四点 要注意我们撇纳 是撇低纳高的 微微往上倾斜的 好 然后你看下部的内容 我们收紧 往上倾斜 往上赢 看见了吗 你看这是盒子 下部的内容收紧 往上赢 上展下收 这就是人字头一类字的 媳妇 你学会了吗 这就是人字头一类字头一类字的 这就是人字头一类字头一类字头一类字的